2002年江苏伊工地上发现一具千年不服女尸 其血管甚至还能鼓起清晰可见 最让人惊讶的是打开棺盖时 女尸竟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所谈的叹息 这让经验老练的专家都吓得双腿发热 最终法医检测还发现女尸生前双手繁忙 腹部有一道很深的刀伤 显然这非正常条件下的自然死亡 专家根据女尸的面容进行复原还发现 她生前竟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大美女 那这具女尸究竟是谁呢 整个事情发生在2002年江苏连云港一工地上 一挖掘机司机无意间挖出一具棺材盖板 随后上报文物局后 专家组立马赶往现场进行抢救性发掘 根据牧师的特征 最终考古专家判定这是2000多年前西汉时期的一座棍 令人意外的是在牧中一共发现四具棺棺 专家分析这可能就是历史上罕见的一副三七合葬棍 棺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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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这句千年不服女师的真实名字就是林慧平 后来法医经过检测后判断 林慧平身高约1米6 死亡时的年龄在40左右 至于她的身份在关内的主简上也清晰记载 原来当时东海太守和南太守等地方官员 都派官吏前来参加过林慧平的葬礼 不难看出 男主人是一个身份不低的地方官吏 在汉代 只有年俸禄在300到2000时的官吏 才能使用闺扭青铜印 因此可见林慧平家的地位至少在太守以上 而关于她的双手反绑腹部刀口 专家判断可能当时她的丈夫突然病死 于是她被活活捅死一次来陪葬 而关于她的遗体能如此完好的保存2000多年 可以说是一个极为罕见的奇迹 至于她千年不服的原因 至今都在考古界是一大未解之名